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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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秦的汉化改革 有效缓解了民族隔阂 促进了文明进步与民族融合 前秦之称最早建于北魏崔洪所著 十六国春秋后为别于其他以秦为国号的政权 而习用之 南北朝时期 北魏宰相高吕等人认为前秦和北魏一脉相成 主张前秦为货德 未成秦为土德 故又称为货秦 延秦 前秦秦享国四十五年 共七帝 他们是 会武帝福宏 景明帝福建 秦立王福生 宣昭帝福坚 哀平帝福丕 秦太宗福登 秦后主福宠 第197位 前秦第一帝 会武帝 福宏 福宏 本姓蒲 自广市 金甘肃省秦安县人 帝族 前秦帝国奠基者 部落首领蒲怀归之子 前秦景明帝福建的父亲 福宏勇猛威武 善于骑射 颇有谋略 乐善好施 十三岁时 福宏便开始学习汉文化 永家之乱石 散发财物帮助他人 归顺前赵皇帝刘耀 册封帅一侯 前赵灭亡 请降于石虎 出任冠军将军 都督六仪诸军事 石乐去世 自称雍州刺史 依附于前梁君主张郡 受到后赵讨伐 投降于石虎 出任龙襄将军 流民都督 西平郡公 驻守方投 屡立战功 拜车骑大将军 开赴一同三思 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 雍州刺史 封略阳郡公 曾劝阻石虎误要滥杀无辜 应以怀柔之策 治理国家 反而遭到石虎忌惮 后赵内乱石 投降东晋 受征北大将军 冀州刺史 广川郡公 击败枪族遥乡势力 自称大蝉鱼 三秦王 试图谋取中原 永和六年 遭到祥将麻丘毒杀 享年六十六岁 第一百九十八位 前秦第二帝 秦高祖 福建 福建 前秦开国皇帝 在位四年 三十九岁 前秦会武帝 扶红第三子 福建勇猛国感 擅长起设 后赵时期 身受石虎父子的亲近 起家以军校尉 家号镇军将军 永和六年 统兵进入关中 击败杜红定都长安 永和七年 自称天王 建立前秦 年号皇室 皇室二年 自称皇帝 在位时期 秦于正午 减负缓刑 抚恤孤寡 崇尚节俭 大兴儒学 平定叛了势力 击败东进北伐军队 永和十一年 福建去世 年仅三十九岁 第一百九十九位 前秦第三帝 秦立王 福生 福生 在位四年 二十三岁 秦高祖福建第三子 自幼独眼 力举千军 击刺其设 冠绝一时 前秦建立后 受封淮南王 东进大司马桓温北伐时 冲锋县镇重挫进军 陷埃太子福长战死后 册立位太子 皇十五年 正式即位 禁诸供命大臣 杀害国旧强平 猜忍暴虐 中外离心 寿光三年 遭到福建囚禁 废为岳王 勒死于狱中 十年二十三岁 第二百位 前秦第四帝 宣昭帝 福建 福建 在位二十八年 四十八岁 前秦丞相福雄之子 前秦奠基者福洪之孙 福建容颜归伪 雅量归姿 极度崇尚汉文化 在位时期 先是诸沙暴君扶生 后历经图治 重用名臣良将 实行汉化改革 得以极权中央 国势大胜 史称观隆轻艳 百姓风乐 促进文教发展与民族融合 福建心怀混衣六合 以继苍生之志 在位期间广施人证 打压豪强 减刑免租 抚恤观寡 从见如流 毕生以消除各族矛盾为己任 各族百姓对福建十分的爱戴 开拓了五湖疆域最辽阔的时期 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 福建未有一次屠城暴行 建元21年 福建被后勤主姚长所害 临死前面不改色 怒斥姚长卑劣行径 姚长逼迫其交出传国玉玺 福建誓死不让玉玺落入羌人之手 最终被姚长一死于新平寺 第二百零一位 前秦第五帝 秦爱王 福丕 福丕 在位两年 三十二岁 前秦宣昭帝福建庶长子 福丕宽厚仁义 聪慧博学 肥水之战后 进入夜城 笼络民众 深得人心 太元十年 即位于靖阳 大赦境内 年号泰安 设置百官 太元十一年 猜忌大司马福转 带兵南奔东元 遭到东晋杨威将军逢该击杀 第二百零二位 前秦第六帝 秦太宗 福登 福登 在位八年 五十二岁 前秦宣昭帝福建丛孙 前秦隆东太守福厂之子 福登生性勇猛 脱有豪气 起家秦州长使 后任殿上将军 宇林坚 长安令 狄道长等 太元十一年 初任使持杰 父军大将军 都督拢右诸军事 雍和二周目 掠阳宫 太初元年 正式即位 大赦境内 屡次征伐后秦 太初九年 遭到后秦文昭帝摇星攻击 兵败被杀 第二百零三位 前秦第七帝 秦末帝 福崇 福崇 前秦末代皇帝 再位五个月 三十四岁 前秦太宗福登之子 太元二年 封济殷侯 太元十二年 福崇担任尚书左仆社 封决东平王 太元十三年 福崇被立位皇太子 太元十九年 其父福登东征后秦 福崇奉命守卫胡控宝 同年四月 福崇听闻福登战败后出逃 六月 福登被杀 福崇逃奔皇中称秦王 大将军 随后及皇帝为改元延出 十月 福崇遭西秦五元王 起伏乾规驱逐 而投奔隆西王杨定 并与杨定联合对抗西秦 战斗开始时 前秦军大胜 不久 遭西秦军反败为胜 福崇与杨定一同遇害 前秦政权灭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